而我一個可能十九十八的 會不會我幾年之後其實都可以去到他們的高度呢 因為電影就是一個language 你可以通過一些影像剪接拼湊在一起 去講到一些訊息出來而是有共鳴感的 全部組織都沒有想過會因為這樣播不到的 你知道越難做的話反而是越需要的人 繼續去做 本身創作者就是一支麥克風 他們會說一些東西進去 我們就是一個amplifier 我們都有一個渠道 可以在喇叭上播出來 我覺得我們是需要繼續做一些東西 給一個平台繼續播出來 原本去Pino好像不是接待的 原本去Pino是坐在裡面帶位的 但因為我們有一個拆展的同學 他中了肺炎 有些其他人來不到 他們人手不夠 我就走了 我自己現在是year3讀BBA讀商課 不關牌的事 因為參加這個活動是想認識多些 是喜歡創作的人 喜歡影像創作的人 停地影社好像有四屆的學生比賽 我們今次就是我們籌集總共四屆 每個片單我們就會概括一些訊息出來 活動我們Poster的設計 我們怎樣分那些節目 怎樣寫的文案即那些稿 跟著要做些什麼souvenir 跟著要聯絡導演 變成真是很practical 一個拆展要去過程 我現在還在俯虎我拍後談的時候 說些什麼好 問些什麼問題好 當然電影的人已經在旁邊了 而我個人而言 我覺得拆展最重要是 給一個平台創作者來溝通 但可能他們出去 他們已經是聊天 大家說一下 我看完你的作品怎樣怎樣 因為這個場合而認識了大家 可不可以圍勞呢 希望大家可以互相知道 有些跟我差不多處境的人在 出來社會之後沒有再拍片 他們沒有再做自己的創作 但是做了別人的創作 當然因為這個展 他們認識了大家之後 他們有說他們差不多去遭遇 令到他們想繼續做創作 他覺得這個時候反而鼓勵了他們 再做回自己的作品 Hello 你好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 曾導演和張導演 因為你們兩個的影片都是關於自己家人的影像 其實我一向都有一個問題 對於那些私影像 你們是怎樣看他的公共性呢 就是如果問得最直接些 就是你們覺得 為什麼大家要看你們這條片呢 我的家庭只有我才可以拍到 你的家庭只有你才可以拍到 我反而覺得 我反而覺得 經過這個家庭照片之後 其實我很鼓勵大家都去記錄一些事情 其實有時候我們很需要一個媒介 或者很需要一個機會 去給你們去拍下 或者去記錄家裡發生的事情 第一個節目之後有個討論 就是關於什麼公共性的事情 就是有沒有必要把你私人的故事 拿出來給大家知道呢 我覺得就是有的一件事 就是你通過分享自己的東西 而別人可能因為這樣產生到共鳴 全部的組織都沒有想過 會因為這樣播不到的 我覺得因為某些事情 而被cancel 不代表 要他不做那件事 就是我肯定的一件事 就是影像創作他有他的價值 他感動到人 他可以令人有共鳴 某一些控制了創作的自由 是能夠躲避到的我認為 人的creativity 始終有方法去躲避到的 用一些不同的借語 名語、暗語 我相信你可以躲避到的 你知道越難做的話 反而越需要的人 繼續去做 但是你被cancel 不代表 你現在做了一個實習 哇 真的嗎? 對 實習 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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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創作者就是一支咪 他們會說一些東西 我們就是一個amplifier 我們都有一個渠道 可以從喇叭播出來 讀電影系還是不是讀電影系的人 都會繼續想做創作 他們都會繼續拍到一些片 那我覺得 我們是需要繼續做一些東西 給一個平台繼續播出來 最後一個對象 怎麼會完全保持空間 掌握 一遍以置 你不可以留在其他空中 雖然需要 雖然要求 對象 雖然要求 快一點 雖然要求 你做出單位 加油 你做出單位 谢谢大家